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情经常是可以借助音乐来表达的 对不对 音乐呢因为有了爱的情感而会显得更加的温暖 更加的深邃 更加的倦勇 是吧 你看艺术家们创作了数不清的情歌都成为了经典 爱情啊 我怎么觉得你就沉浸在里头 洋溢的幸福感 爱情也经常是相声创作的主题 大家丰富了相声的创作 尤其是曹云晶 他对爱情啊也是非常有研究的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呢就叫 他要爱情 看见大家我就高兴 那可不 有认识我们的有不认识的 保不齐 所以说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有个说明 我叫曹云晶 小演员 学的年头不算多 道不道的您各位多多的包涵 这是嘴甜 旁边这是我的搭档 一起合作 刘云天 叫这名字 大伙都很熟悉 知名度高啊 那您得说清楚了知道吗 哥俩 台上是搭档 台底下是好朋友 亲兄弟一般 台上看着都一样 但台底下身份位置截然不同 生活上有区别 差的太多了 是吗 我比不了他 刘云天的生活非常的幸福 我就没有他幸福 人家刘云天结婚了 这倒是 娶了一大胖媳妇 嗯 长得这漂亮 好看 跟人似的 哎呀 这不废话 您这是人话吗 这个 什么叫跟人似的 跟神似的 您可说清楚 神仙相似是仙女下凡 那说明好看 长得这漂亮 哎呦 跟我说过 嗯 一辈子的梦想 就是想娶这个姑娘为妻 为什么呀 我说为什么呢 嗯 他说我就喜欢这种 刮子脸 大眼睛的姑娘 好看 结果终于做到了 我 娶了一个大脸 刮子脸的 哎 什么模样 特别的幸福 嗯 我就不如他幸福 那您怎么了 交不上女朋友 谁说 您看我台上能说 台底下嘴特别笨 是啊 交不上朋友 按说我的条件也不错呀 嗯 怎么就交不上啊 您都要 真的我的感情生活 嗯 就是一本血泪史 祸 有血有泪有史 嗯 有历史 您可说清楚了 太有历史 哦 我找女朋友条件不高 您都要什么条件 我想要一个身体健康的 嗯 爱好广泛 嘿 能陪我聊天 好 知道疼人会过日子 哎呦 长得不用太漂亮 嗯 沉鱼落雁之荣 碧月羞花之貌 碧花花结雨 碧月玉生香 长的是又狗狗又丢丢 都什么词啊这是 我这条件不高 您这条件太高了 您觉得条件高 可不 那我降低点标准 嗯 好 这个找女朋友最重要的呀 嗯 得是能陪着你过日子 对 懂得疼人 知道照顾你 找来找去真找着一个 呦 特别心疼我 怎么呢 知道我是演员 对 每天啊吃饭都不定时 嗯 胃不好 每天上我们家 早上起来给我做早点吃 嘿 说外边的早点不干净 不卫生 做的各种的小咸菜 嗯 煎鸡蛋都煎成桃心状 真细致 熬得上一大锅热乎乎的白米粥 对胃口好 一大锅白米粥 多好 知道疼人吗 知道 好不好 好姑娘 好是好 嗯 就是脾气大点 脾气大点怕什么 叫两遍不过来 这锅热粥就泼身上 喝 喝不喝 哎呦 这脾气 烫死你 哎呦呦 这多大脾气 就是脾气大点 这也太大了 而且三具两具不对啊 动手就打人 哦 这可不应该 那天我们俩人正在王府井大街逛街呢 嗯 两句话不对就急了 嗯 抡转了啪 就是一大嘴巴 这打得我转了三圈还问呢 你打的是我吗 好 打晕了这是 我怎么着也算个男人 呦 我也有我的面子 我也有尊严 对 王府井大街够一万人跟那看着 得度 我得往回转转面子 怎么转 当时我就急了 嗯 你有病 你疯了 啊 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嗯 二话没说轮圆了啪又一大嘴巴 嘿呦 你猜我怎么说了 您说什么了 既然你这么听话 我就饶了你 哎呦 你再打我一下试试 嗯 二话没说轮圆了啪又一大嘴巴 嘿呦 你猜我怎么说了 您说什么了 既然你这么听话 我就饶了你 哎呀 好嘛 咱都转转面子 行了 您这脸都丢干净了 您说我怎么就交不上女朋友呢 好 没有一个合适 太惨了 我这条件挺好的 什么条件 优点也多呀 四大优点 您说说 人也好 嘴也甜 长得精神又有钱 哎呦 没看出来 我这四样都站着 嗯 为什么交不上女朋友 那这我心情特别的低落 难过了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哎呦 中国医学上把痛苦分为十二级 嗯 最初级的痛苦是被蚊子叮 嗯 第十二级痛苦 是女性在分娩时候所受的痛苦 哎呦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了第十三级痛苦 那您是 就是分娩的时候被蚊子叮 嗯 哎 乱不乱 怎么就交不上女朋友呢 是 是不是因为我命不好 嗯 于是我找到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一算 好 你信那个干嘛 千万别信他 你要是不懂就别瞎说 怎么了 人家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发现什么了 人跟我说了 说曹云金啊 你这个人啊 命不好 嗯 你这个命属于五行缺五行 哎呦 什么叫五行缺五行啊 五行是金木水火土 嗯 每个人缺的不一样 对 我这五样都缺 就所以叫五行缺五行 这都什么大师 我说那大师 我怎么办 嗯 难道说 我这一辈子 就没有心爱的女人陪在我身边吗 找不着女朋友 大师说了 嗯 你不要着急 嗯 不要激动 是 我根据你的面相判断 嗯 你的前半生 注定了没有女人 啊 大师 那我后半生呢 嗯 后半生也就习惯了 哎 我都没说一话 我找您是啊 您给我出主意 看怎么能破解啊 对 怎么解决问题 破解很难了 呦 但是我可以教你怎么追女孩 我送你两句话 哪两句 哪两句 您说说 树不要皮 必死无疑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哎 你追女孩 必须得不要脸 哎呀 你信她算倒了没了 她这可都是封建迷信 胡说八道 千万别信她 要这样 你就找不着女朋友了 谁说我找不着 我听了大师的话 我还真找着一女朋友 这都新鲜了 开始是不喜欢我 哦 她先我长得丑 是 其实我觉得我长得不丑 我很丑 可是我不漂亮 哎 这叫什么坏 我很丑 可是我很温柔 我在解释嘛 嗯嗯 我再这说了 我这也不叫丑 是 我这叫长得坏 呦 有句老话说的好 说什么呀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哎呦 对不对 嗯 你们女人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吗 嗯 你猜她说什么 说什么呀 是 我们女人是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 对 但我们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 哎呀 这话也损着 说话损 是 没关系 嗯 追女孩你得塌下心来 对 展开我的公式 嗯 逛街吃饭看电影 喝 什么好吃什么 对 带她吃饭去 吃什么 吃西餐 呦 俄式的西餐 喝 吃 嗯 吃牛耙 牛耙 哎 牛耙 你见过牛耙吗 嗯 牛耙 那牛都在地上爬着走 哎 谁你家牛站起来走啊 牛耙 嗯 你不会点 那西餐厅全是英文菜单 那可不 你得会点 咱们不懂 黑椒牛耙 我点着牛耙 盖饭 嗯 嗯 以得利过桥米线 十二寸知心忽踏吧 吃 全是好东西 全是快餐 喝红酒 嗯 红酒 嗯 喝 喝什么呀 服务员过来 点酒 先生 喝点什么 嗯 红酒 您喝什么品牌了 嗯 喇飞 必须喇飞 又喝 那您是80年的还是72年的 嗯 少废话 拿瓶今年的 真 拿过期的酒给我喝 好 您是懂是不懂啊 骗不了我 嗯 在我强烈的攻势之下 什么呀 我们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哦 准备结婚 这是好事 一结婚我也犯愁了 这还发什么愁啊 一结婚都得度蜜月 那当然了 上国外 马尔代夫 嗯 爱秦海 哎呦 旅游去 去啊 多贵啊 去一次花好几万 对 我这人过日子戏啊 嗯 能省点就省点 这怎么省啊 怎么才能省这钱呢 是啊 这样得了 我发现电视上有这个征婚栏目 嗯 只要这个男女嘉宾 能够牵手成功了 是 就能领到这个旅游大奖 嗯 跟我女朋友一商量 果断分手 分别报名 结果出事了 怎么了 她比我早上了一期 和别人旅游去了 别说了 五行学说呀 是我国古代人民创造出来的 一种哲学的思想啊 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 五种常见的物质 那作为这个构成宇宙万物的 以及自然现象变化的 一个基础 下面这段相声呢 就以阴阳与五行相为切入点 制造出一个非常有趣的内容 有时候看似强词夺理 但也能自圆其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一起来欣赏这个作品 受这个家庭影响啊 我研究这个国学 研究国学 研究什么呀 就咱们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 七个字 哪七个字 阴阳金木水火土 阴阳金木水火土 宇宙之间一切事物啊 甭管什么物质 都离不开这七个字 什么 甭管您吃的喝的使的用的 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不不你先等会儿 先等会儿 我先提个问题吧 什么事儿嘛 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对呀 你不信你可以现场提问 我就告诉你 你这意思是万物是一礼 对 都是这道理 什么东西都有这七页 我研究出来的 阴阳金木水火土 不信你可以问我 那行啊 今天咱们大家呢 跟他一块儿 咱们研究研究这个事儿 可以 好 那您鼓务长 咱们鼓励鼓的 鼓励鼓的 我可以给你们讲解讲解 你等会儿 我先提个问题吧 您问什么 你不是说万物是一礼吗 对呀 都一样 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什么东西都这样 哦 哎 那您你看看 这桌子啊 哪儿为阴 哪儿为阳啊 这桌子是不是 啊 这桌子哪儿为阴 哪儿为阳啊 啊 桌子面就为阳 那为什么呀 你看 这真光 拿到外头太阳光 能照着 它就为阳 哦 太阳光照得着就为阳 对 那哪儿为阴呢 桌子里儿为阴呢 桌子里儿怎么为阴呢 太阳光照不着啊 这就阴呢 哦 阴阳 有了 那这个 金呢 这桌子哪儿为阴呢 桌子是吧 啊 这桌子是金桌子 不是 不是金桌子呀 有金了 有金 你看 这就算有金了 不是金桌子呀 不不不 这是金 不对不对 啊 不对 你呀 得从这桌子里边找这金 从桌子里头找也有啊 哎 哪儿为金呢 这桌子是吧 嗯 你知道这桌子哪儿买的吗 这家具店 哎 金五星家具城 对不对 金五星 没有没有 我没上金五星 没上金五星 就一般的家具店 一般的家具店 啊 你知道谁做的吧 谁做的 这桌子谁做的 那应该是木匠做的呀 木匠是不是啊 木匠师傅做的 金师傅 姓金 叫鑫 三个金字啊 加一块 金鑫 我们这不是金师傅做的 啊 我们这是 王师傅做的 对吧 王师傅 啊 笑语金眼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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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师傅没关系 您就从这桌子上找金 桌子找金 找金 这桌子 是王师傅做的 啊 这个桌子 王师傅是 拿什么做的呢 奔造辅具 奔造辅具是什么的 是钢铁的呀 铁字怎么写 金字边啊 加一个 有金了 你看 我说的是没错吧 什么东西都离不开 这金字吗 有金了 这金字边就算呐 啊 粘边就算 哦 哎 那木呢 这桌子什么的 木头的 是木不是 木头的 还说 买问了 那水呢 这桌子上 哪有水 桌子上 是吧 啊 给搁碗水 搁碗水 不搁水 不搁水 啊 这桌子原来是什么 原来啊 原来它就是木料 树木 木料原来是什么 树木啊 树木 啊 种树的时候 你得浇那个 浇水啊 这不有水了吗 这 这种树浇水也算呐 你能浇汽油吗 啊 那就着了 就是啊 这不浇水 有水了 火呢 火 啊 这这桌子上 哪有火 这 批了烧火 批了 烧火 你败家子啊 是什么 不行 你得从这里边着火 从这桌子本身着火 别给它批了 这个桌子原来是木头 对 咱们中国过去 有个随人士 知道啊 他发明了钻木 取火呀 那这不火吗 我替他说了 对呀 那从你这里说出来 转木取火 土 这桌子原来是什么 树木 这树在哪儿长呢 地上 这地是什么呢 土地啊 你看有土了 对不对 这都从我嘴里往外说 这是万物一里 都离不开这七个字 行行行 我研究出来的 行了 行了行 我再问问你 这桌子就算你啊 搭上来了 嗯 我问问你 咱们吃的那个 苹果 这哪儿为阴 哪儿为阳 苹果 吃的苹果是吧 吃的苹果 苹果是 一面红的 一面青的 对呀 红的那面就为阳 怎么 你看红的 太阳光能晒着 能照着它红了 那哪儿为阴呢 青的那面为阴呢 哦 太阳不着 太阳不着 所以没红 但是阴 阴阳 这就有了 阴阳 那你找金 苹果找金 是不是啊 这苹果在哪儿长着 在树上啊 在树上长着 你用什么给它摘下来的 我用剪子给它搅 这剪子是什么的 剪子是铁子 铁子怎么写 金子边 哪有金了 对呀 它粘金就算 无东西都离不开 这七个字 啊 木 这苹果在什么 这长着 树上 这树是什么 木的 这不有木吗 啊 木 水 然后水 啊 吃苹果 嗯 是不是你得 先拿水洗去 不不我不洗 我就这么吃 不讲卫生 不干没净 吃了没病 不洗 不洗 吃苹果 一咬 一咬 他就往出流这个 甜水 这不水吗 你看 往外坑我 挺聪明 他也懂 你看 水 火呢 吃苹果 你不会暖和吗 有 要为暖和的嘛 那为什么呀 为拜火呀 这不是火吧 好 拜火 都给他说了 你看 都离不开 这几个字 不是阴阳五行 它厉害呀 那土呢 土是吧 苹果在哪长着 在树上 树在哪长着 在地上 地是什么地 土地 哎 对呀 对呀 你看这玩意 他这套 我都会 我就又培养出 一个好学生来 他也会了 什么东西都是这样 万物一理 行 刚才啊 问他这个苹果 是吧 什么都一样 青的地方为阴 红的地方为阳 谁也难不住啊 为什么都是 这回啊 我问问他这山了红都一样 全是红的 万物一理 哪儿为阴阳 看他这么说 都得有 行吗 行 来来来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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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我再问您啊 嗯 就是吃的这个山了红 上去红是吧 全是红的 哪儿为阴 哪儿为阳啊 是这个太阳围着山了红转呢 还是山了红围着太阳转呢 说说说 不是你这山里红吃多了 哪儿为阴 哪儿为阳 说说 山里红的不就是 山里红 说吧 山里红你 哪儿为阳 山里红啊 哪儿为阳啊 全是红的嘛 对啊 哪儿为阳 全是红的就全为阳嘛 全全为阳 全是红的全为阳啊 哪儿为阴呢 哪儿为阴 他哪儿为阴呢 是啊 你问我 我哪知道啊 不是他 问你呢 山里红 哪儿 山里红 哪儿为阴 全是红的 哪儿为阴 山里红 嗯 山里红 他在山里是红的 哎呦 到了山外边呢 就变黑了 也是红的 还是的 这不还是红的吗 啊 山里红 这个山里红 他全是红的 这这个 哪儿为阴呢 哎呦 你说你也是 你这么大岁数 你吃山里红的嘛 你说你这是 算了吧唧的 这都用互 我爱吃 我爱吃 你听我那吃的黑枣 全是黑的 全为阴 不不 你吃山里红 不不不 我不吃黑的 吃个白鼠 不不不 我什么都不吃 我认识我 就吃山里红 就吃山里红 你说 山里红哪儿为阴 你干嘛 你下围条 我告诉你啊 你什么毛病啊你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我想起来了 山里红吗不是 哪儿为阴 山里红啊 掰开喽 里边什么啥 白的 里边为阴 里边就为阴 明白了吧 好吗 哎 外边没车跑里边 这里边有解剖学的东西 行行行行 那你说说 这山里红 哪儿为阴 找阴是吧 嗯 这个山里红 找阴 在什么地儿长着 在树上啊 你怎么给它摘下来呢 我 我拿棍儿帮下来的 拿棍儿帮 好吗 我又拿剪子 就是帖子 帖子怎么写 有镜子边 我要替他说了 我拿棍儿帮我 我拿棍儿帮 拿棍儿帮 找阴 都烂了 没法吃了 我爱吃烂山里红 你管不高 棍儿帮 哎 就是帮 你拿那个铜棍儿帮 不 铜棍儿帮 用不着 用不着 我用竹竿 用竹竿儿帮 哎 山里红 哪儿为精 山里红 找金 用这个 哪儿为 竹竿儿 哎 对了 有一种 大褂的山里红 你知道吧 哦 就是庙会上卖的 都穿在一块 那个大褂山里红 用根馅儿 给它穿在一块 吃啊 那个馅儿 你是拿什么 给它穿上去的 那馅儿 我 我用竹签儿 给它捅过去吧 竹签儿 给它捅过去呢 你得使针 不用 不用 不用针 就用竹签桶 竹签桶 哦 竹签桶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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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金 找金 竹签桶 这个 这个 糖葫芦 你吃过没有 吃过呀 糖葫芦是吧 糖葫芦中间 是不是那有根签子 有 有 那个签子上 有 有个尖啊 是啊 那尖你用什么修的 我 嗯 我用那玻璃茶子 咔嚓的 我 那玻璃茶子 咔嚓 咔嚓的 山里红 找金 玻璃茶子 咔嚓 找金 有一种那个 带馅儿的山里红 你吃过没有 吃过 中间加馅儿 里边有豆馅儿 加豆馅 是啊 你得把那山里红 给它切开 是啊 你用什么给它切开的 我就用那个 嗯 你看 我用馅儿勒开的 我给它勒开的 我不用 不用 不用 我就用馅儿勒 用馅儿勒一勒就开 用馅儿勒开 哎呀 这个中间那壶 你拿什么给它弯出去的 我 嗯 我 我用手指头给它抠出 哥 不 这玩意太脏啊 反正我不吃 反正我不吃 我掉进手指头抠 尖伤啊 这 尖伤就是用手指头抠 哎 这山里红是不是 这个糖葫芦 这有糖吧 糖葫芦 糖葫芦没糖 那叫糖葫芦吗 对呀 这个糖 你用什么锅熬的 我用沙 什么 我 什么锅 我用沙瓢熬的 哎呀 真酸哪 差点说出那字来是吧 沙瓢熬的 沙瓢 沙瓢 哎 哎呀 这个山 哎 山里红占完了 你都给它吃了 这不那么多 我吃不了 吃不了 你怎么你得往中卖吧 卖啊 卖 人家给你什么 给我 什么 给票 我说票 给我票 票子 票 票子 票 票 啊 嗯 给我票 哎 那是哪儿出的呀 银行 银行 哎 带来一位美国客人 哦 是个六十多岁一位老夫人 嗯 她叫蒙黛斯 嗯 是美国美食中心的董事长 哦 为了给她这次旅行留下深刻的印象 嗯 我特意给她做了一道菜 什么菜 叫糖醋开口活鱼 我先等会儿 就这个鱼啊 等一会儿 你啊 什么叫糖醋开口活鱼啊 我这不是要给你讲的吗 哎 说上 做这个菜必须要用活鲤鱼 哦 做好了以后往桌上一割就可以吃了 嗯 但是这条鱼必须是活的 熟了怎么会活的 哎 这就是技术 嗯 拿一块子一夹它那肉 嗯 那个鱼的尾巴和脑袋得会动回 哦 头尾可以动 哎 特别是那个鱼的嘴 怎么着 得能张开 哦 鱼的嘴 那个那个那个 啊 那个嘴 怎么样 反正 比如说啊 这鱼躺在那儿啊 对啊 这倒很有意思 这个老夫人吃了这个菜以后特别高兴 那是啊 非要请我到美国去一趟不可 哦 后来跟有关单位那么一商量就让我去了 哎呦 这可太好了 啊 哎 借这个机会 嗯 给我讲一讲这次美国之行啊 没有什么可介绍的 都是应该做的 哎 不 你讲一讲情况 啊 这样能有丰富的创作呀 哦 您是说能写个文艺作品什么的 这个节目多好啊 行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你给讲讲 我们走的时候是从首都机场走的 哦 坐飞机 到了华盛顿下了三轮以后呢 哎 这 当时我一看我一看 我说这美国怎么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啊 您没坐那大板车呀 没有板车美国 怎么坐飞机会下三轮了呢 飞机就是三轮三轮就是飞机 两回事 怎么两回事 那飞机都是仨骨了 这 投了以后不两个好站住 哦 我还我还说飞机得了 对了 说三轮你也不懂反正 我干嘛不懂啊 当时我走出机舱我抬头一看 啊 那真是天壁壁云淡淡 更显得阳光明媚 草坪上一长串高级卧车 闪闪升辉 红毡旁排列着海陆空三军仪仗队 和风中防暴警察手持紧盆头戴白色钢盔 天上看直升飞机在高空盘旋 与地面保持联系 便宜特工高度紧张出没人群四围 您这边看 中餐两院的议员各国大使好几百位 中夫人浓装淹没笑容可惧 紧紧相随 新闻记者手持话筒对好了镜头 背影的人群舞动鲜花七把手绘 莫听得国歌高奏十九响礼炮轰鸣 顿时见人声鼎沸 十五辆摩托车开到 有一辆敞盆汽车快速如飞 谁在车上呢 车上占一位老夫人六十多岁 那真是雍容华贵 在车上朝众人频频招手 含笑微微 这是老夫人接你 萨切尔夫人房美 怎么让我赶上了那就是这么 我说老太太喂吃条鱼 不至于费这么大事呢 人家老夫人也接我来了 她也来了 来了 我说老夫人您还来接我 您派个人来就行了 您看您让他们先过去得了 咱们不着急 碰一块不合适 第二天老夫人为我举行了 一个大型的记者招待会 这是为了扩大影响 在会上我给他们做了一桌 山东的名菜 最后一道就是这糖醋活鱼 这道菜是必不可少 就这条鱼刚往桌上一端 从后排蹭蹭蹭 跑过一个年轻的记者来 太好了 我说太好了 太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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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香了 你们看这个鱼 怎么 它是活的 活的 这个嘴 嘴怎么样 这个嘴 学得很像 猴先生 猴先生 在中国 有你这样技术的厨师 很多吗 这就开始提问题了 对 我说在中国 有我这样技术的厨师 但是我还没说完呢 我就听见 喵 喵 怎么了这是 有一女记者在看鱼呢 我以为鱼把猫给招来了呢 太喵了 什么味啊这是 好 好 好 猴先生 在中国 这样的菜 需要很多钱吗 他关心这个价格 我说这种菜在我们中国 一般的来说 我还没说完呢 从外边走过一个人类 六十多岁 是位老华侨 过了以后紧紧拉住我的手 是热泪盈眶 侯先生 我是个老华侨啊 好 好好 我离开主国 十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 我今天看到主国的烹饪技术 我很高兴啊 老人家还激动 喵先生 有时间到我家里坐坐吧 约请你去 我说好 有时间我一定到府上来拜望 正说着呢 又走过一个人类 个儿不高 中等身材 他往前一走 顿时大驾 肃然起敬 这位是谁啊 美国的专栏作家 詹姆斯先生 他也到会了 这个证 你知道 报纸上经常看他的文章 这个人在美国很有影响 对 走过来之后 扶了扶二十次开金的 科勒斯眼镜 从兜里掏出这么大个 这一放大镜 哦 干嘛呀 要看看 哦 侯先生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哦 欢迎您讲 这种鱼 什么时候让吃啊 这么大学问 赶紧嘴着急啊 我是前天接刀 请帖礼 这位两天没吃饭了 你还甭怎么说 经过这次记者招待会 有我主持的豪华宴会 高达五千美元一桌 就这样 半年之内的宴会 都被抢定一空了 在美国 我一共工作了六个月 半年 给祖国的烹饪技术 赢得了一定的荣誉 好 老夫人很高兴啊 那是 那天在家里设宴要招待我 哦 搞了个家庭宴会 对 哎 他们家什么呀 呵 你是没去过 跟我讲讲 进门是一张万里长城的巨富油画 哦 桌上摆的都是中国的工艺品 什么 有漆雕有背雕有牙雕有皮影还有泥仁 很全 输出里摆的都是中国的精识子及各类名著 我看来老夫人对中国还很有研究 哎 就是一个中国通啊 哦 差不多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老夫人吞吞吐吐吐 支支吾吐向我提出一问题来 什么问题 侯先生 我有个要求 请你考虑 您说吧 你是愿意留在这里 还是愿意回去 你要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你要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就不要考虑愿意回去 我明白了 你要愿意回去 就不要考虑愿意继续的留在这里 知道了 也不知道 你是愿意回去 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 也不知道 你是愿意留在这里 不愿意回去而留在这里 行了行了行了 你这是 这个中国话不好说 行了 老夫人这儿说外国绕口令呢 是不好说 不是老夫人你不要讲了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您是不是说想让我在美国定居啊 哎 就是这个意思 嗯 我说不行啊老夫人 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嗯 这样吧 好先生 我一年给你一万美金 给一万 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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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五 一万五 两万 两万 两万五 我说老夫人你不要往上加了 嗯 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 是 我可以给您提个问题吗 什么 您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中国 为什么不到中国来定居呢 哎 老夫人说什么呀 听完我这句话是哑口无言 嗯 冲手都这样 哪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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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老夫人就差糖醋了 就这样 这老夫人她不死心 是啊 她非得约我第二天 跟她的女儿背涕小姐 让我们俩人见个面 哎 这背涕反正我们见个两回 这个这个 你先等会儿 挺挺漂亮小姑娘的 嗯 嗯 你讲清楚了 老夫人要干什么 这个这个 这个老夫人她不是有一女儿吗 我知道 在那个 哥伦比亚大学那读硕士 我没问这个 挺漂亮的一小孩 我没问你漂亮不漂亮 老夫人要干什么 老夫人她 她 她那意思你还不明白 你还非得明白 你把话说清楚了 老夫人要干什么 她那意思 让我们俩在家里交一朋友 啊 你留下了吗 是不是 见面了吗 你想你 你这么好机会你是不是啊 这么说你是去了 我没去 那天她找我来了 她来了 那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 我就听见当当当有人敲门 我拉开门一看 哼 有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 是飘然而入啊 这就来了 来了 什么样子 往我面前一站 那真是身材修长 挺挺玉立 上身穿 红白两色的运动衫 显着娇艳而健美 下身穿一条黑色的长裙 显着典雅而庄重 脸上看 博士之粉 淡扫峨眉 静下一条项链 闪闪发光 进了门之后 把墨镜一摘 冲我燕然一笑 说了一句话 什么 哈喽 米斯特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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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可够悬的呀 哎呀 贝蒂小姐 你来了 来来来 欢迎欢迎 请进 这是你最喜欢喝的 中国的龙井茶 刚气好的 请喝吧 米斯特猴 嗯 听说你要走了 是啊 这一段时间 在美国 你生活的怎么样 啊这很好回答 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 我生活的很愉快 现在嗯 你要走了 是啊 此时此刻 嗯 你是不是感到很凄凉 这怎么回答呀 我说是啊 贝蒂小姐 凄凉了 怎么 这不是刚凄的嘛 不喝就凉了 那杯茶水呀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 你怎么说呀 我说是啊 我每天都在寂寞呀 连记带末的 怎么叫连记带末呀 我现在正在学习英语 每天都在寂语法末单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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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很孤独 你怎么说呀 我说是啊 我每天都得孤独啊 怎么 不孤独那鱼受不了啊 孤独鱼啊 No Mr Howell 嗯 这样吧 干嘛 我们 嗯 我们 打开床帘说两话吧 嗯 不得不得 你你你 小姐小姐 没有讲对 什么 这句话这么讲 叫打开窗户说两话 OK 打开床帘呢 没有床帘 啊 OK 打开床全打开吗 全 是不不明白了 这句话呀 就这么讲 叫打开窗户说两话 没有床帘 OK 打开中国没床帘 呵 死心眼儿 不是这句话就这么说 打开窗户说两话 是 Mr Howell 嗯 我们我们打开窗户说两话吧 说吧 我希望你留下来 干嘛 和我在一起 嗯 只有在美国才能充分发挥你的能力 你怎么回答的 我当时这么说的 嗯 我说 贝蒂小姐 你说的并不错 嗯 贵国确实是一个发达的国家 生活水平比我们要高得多 嗯 但是 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 叫做 子不嫌母丑 嗯 一个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 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再也 你只知道一点我们国家的过去 可你并不了解我们的现在 更无法预计我们的将来 我相信 总有一天 美国人能做到的 我们中国人同样可以做到 好 当然 金钱和享受固然是诱人的 嗯 但是 伟大的诗人泰格说的好 小鸟的翅膀拴上了黄金 它就不能再飞翔了 此时此刻 我愿意变作一只小鸟 展翅飞向东方 啊 因为那里有我朝思暮想的祖国 有我风光秀丽的家乡 你知道吗 我的祖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 全面实行改革 我将在那里施展我全部的才能和力量 才不辜负我一生的理想和愿望 那里有和我共同奋斗 对我关怀备至的同志和师友 那里有和我相濡以沫 修其相关的亲属和恋人 他们想念我 翘首以待 我思念家乡 心随神网 此时归期再往 我早已梦游神众 纵然这里有高龙摩天 简易于世 岂能使我留恋 遥想可爱的祖国 观山万里 春满人间 昆明湖畔 天安门前 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 吾不动我心悬 想让我永离祖国 就是海枯石烂 天崩地陷 也是断然不可能的 回答得真是太棒了 你咋好 你不要讲了 怎么 我明白了 你明白就好 话不说不明 对 木不钻不头 砂锅不大 一辈子不露 我都跟谁学的 你走吧 我为解释你这样的中国青年 我感到高兴 高兴就别哭啊 你走吧 别忘了我 那哪能呢 别忘了 给我写信 对 那是街长不短的 别忘了 有机会来看看我 是 一有机会准来 别忘了 对啊 看来这鱼可不能多吃啊 我说这样好不好 背体小姐 在我们两个人卧别之际 我愿意送给你一首歌 我相信 通过这首歌 你会进一步地了解我 嗯 你的歌 太好了 你把它录下来吧 用录音机 我想你的时候 我好挺挺啊 小姐还很重感情 我说好 你把录音机准备好 下边我来给你唱这首歌 好 你是怎么唱的 我是这么唱的 什么歌 河山之在我梦里 做过一多年为情景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报的一切 老上中国意 万里长城用八道 千里往后谁逃逃 光森搜雷的翠丰林 问我国家那心言别 撞了 你是咋天津来吧 我就是从天津来 你知我们天津干猪租多不容易 怎么不容易 太不容易了 就拿那天说吧 啊 早上起六点来中起来的 啊 就在街上转 没错啊 转转马路边的老头中我招手 哦 听车一看这老头不敢拉 怎么了 七十多岁了 气喘吁吁 煮着拐棍 我一看这上衣这儿贴着个条 上面写着家庭住址电话号码 那家里人给他做的 他老爷子出来 找不着家了 有好心人一看一打电话 就能找着啊 你说这拉不拉 当然拉了 我大爷 那您上车啊 老头扶后是吧 嗯 坐稳了啊 嗯 开车我带你反光镜里一看 啊 行 老头没事 是 还挺时尚 怎么的 嘴里边嚼着泡沫糖呢 还行 我仔细一看不是泡沫糖 那是 秃鲁的白沫 哎 我大爷 大爷 不言语 我回头一看 堆着后边的 哎呦 大爷 大爷 爸爸 叫什么都不言语了 那是 你说这不急死人吗 真是 赶紧往医院开吧 嗯 开到医院蒙头 开出租都过来了 哼 哎这能回事啊 这都没假熟啊 我别别绑帮吧 这我爸爸 我爸爸绑帮绑帮 那我 往里边去了 张大夫李大夫都来了 打针 输氧 输液 大夫一拍我见门 哎你交费去 我说我不能交费啊 大夫跟我急了 你爸爸病了 你不交费是吗 我说他不是我爸爸 废话 你刚进门不就说你是你爸爸吗 不是我是 我是着急 我一着急 我就叫爸爸 好吧 我们这医院出了进去 都是着急的 你叫得过来吗你 我一想对啊 老头这有条啊 哎对打电话 给他们家打电话 嗯 一会儿的功夫 他儿子就来了 真快 一进门通 一把就把我揪住了 说说 老爷子这怎么回事 哎呗呗 别动手啊别动手 这姑姑老头醒了 真巧 两只眼看着我 呵呵呵呵呵 就是他 他儿子 心甲啪 上就一嘴巴 我老爷子 我 我怎么了 他 他 他要不救我 我就翻了 他喘气 他儿子一听着后悔 哎呦呦呦呦呦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四伏 喂 别别别对不起 弄我上压科 你这不倒霉吗 哎 不行了 你来行老头交你了啊 交你了 我走了 还还还别让他走 找他要第一钱 要什么第一钱 急成那样的 交费去了 开车找个座去吧 这倒是 我开一开车 马路旁边又一老头冲我招手 今天跟老头飙上了 哎 我一看这老头跟老头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这老头精神 穿着西装 打着领结 留着衣子糊 组着文明棍 这手第一大皮包 我说 老先生 您要车 冲我一点头 一拉门坐后面 开了没有三公里 老头下车了 哎呀 有口袋里 掏出一百块钱来 我说您等会儿 我给您找钱 哎 不用找了 我说您说什么 不用找了 哎呦 我说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您 上车 开车走吧 心里高兴 嗯 你看 头一趟车 一分钱没证 哎嘴巴 这三公里 一百块钱 真是 瞧着老头的气泡 嗯 不用瞧了 好吧 开车走 走走一看 坏了 怎么了 我到反光镜里一看 老头大皮包丢在后边 靠边我拉个大皮包 一看 吓我一跳 呦 这大皮包里满满灯灯 全是钱 哦一提包全是钱 这一辈子我也没见过这么些钱 看着一张一张一摞一摞的钱 你知当时我想起什么来的 想起雷锋来了 我想臭两张 哪能够啊 就是 三公里找老头去可以抓走啊 对 可以抓到老头去 嗯 到老舍下水地球一看 哪有老头啊 打听一下 马路边一 骚马路的妇女 嗯 坐马路在那儿歇着呢 哎 大姐 你看有一溜胡子的吧 溜胡子的 说话嘛口音呢 他就说 不用找了 齿薄剩的不让你找你找的干嘛 你说怎么 哎呀 找不着了 那就完了 我派锁啊 哎对呀 我把这钱拿派锁去 好主意 往派锁一放我放心了 嗯 进派锁 我把情况一说 所长拍我见马 好啊 你把电话号码留去吧 把电话号码 给他 有事我们跟你联系 嗯 仰着头挺着胸 我是大摇大摆的 打派锁就出来了 嗯 我告诉你我长这么大个子 啊 从来没仰着头 打派锁出来过 我十斤不卖的我 好啊 我高兴啊 对 开车走 我开着开着 有人打电话 找你 我一接电话 派锁所长 对 让我回去 干啥吗 我高了性 听说在国外有的国家啊 十斤不昧找着实主 能提这钱的百分之二十 能有这事 说要提百分之二十 我发了吧 可不是 我开车回派锁 嗯 我一进派锁和 还是那几个人 所长一拍桌子把电棒抽出来 哎 我这这怎么回到这儿啊 倒霉啊 怎么了 一提包钱全是假的 啊 全是假钞 假钞 哎呀 所长说 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你这这里边多少钱啊 那这样吧 嗯 笔录吧 在哪拉的老头 说话什么口音 哪下的车 详详细细的 这都记完了 呵真细 所长说 行了 就这样吧 走吧 嗯 下午六点来中 我搭了这脑袋 打派锁出来了 我还没吃饭呢 这倒是 马路边找吧 嗯 马路边有卖盒饭呢 我来 来会儿饭 来个五块留嘛 来五块钱的 多搁点辣子 来 五块钱 和饭 趴在车顶子上 一边吃一边看 你干嘛 还一边吃一边看呢 废话 看座啊 哦 还垫着大座 多新鲜呢 哎 坐上来了 哦 马路对过跑个一女子来 啪啪啪啪啪 一边跑一边喊 得流氓啊 得流氓啊 我一看龙儿 我一看后部 一男子 紧追不舍 我一看这个 一扭头一闭眼 假装没看见 哦 不管了 以后这种事一律不管 哎呀 不管不行啊 怎么呢 你知那女子长多漂亮 光看人漂亮 管管 这有什么呀 对 这女子跑过去 嗯 那男子到我跟前我一伸腿 啪啪啪 趴马路上 呵摔得漂亮 漂亮什么呀 嗯 给我弄派所去了 怎么又弄派所去了 倒霉啊 啊 头里跑那女子 小偷 后边追的那人 便衣警察 呵 哎呀您真是 倒霉吧 我一进派所所长都乐了 能不乐 你这叫骂个音你这 你哪儿对哪儿去 看尊了再下班啊 好家你身心你 他一直那警察 你也行的啊 还警校毕业 你能让他弄派去了你 行行行 比路吧 晚上九点了 嗯 我搭了脑袋 打派所出来了 哎呦搭了 不干了 开车回家 回家吧 打满也没坐走了 嗯 大灯一亮猛不定吓我一跳 怎么了 马路中间站着一女的 我一看这女吓死我了 是吗 穿衣诗白 哎呦 白上衣 白裙子 白袜子 白皮鞋 大白脸 黑眼圈 直勾勾在马路中间站着 我当一脚刹车 我说姐姐 你 要要要要要撤啊 这女的没言言 字呦 一阵风上我一扭头 登 坐我后边了 哎 我说姐姐你 你 上哪儿去 不延伸 往前一指 开吧 开了没有两公里 我说姐姐到了吗 再往前不敢开了 怎么呢 再往前到坟地了 哇 大半夜这女的穿衣诗白遗人 一直往坟地开 我当一脚刹车回头一看 吓死我了 这女的没了 啊 我一脚油门蹭过车就出去了 当一脚刹车我回头一看 这女就在后边坐着呢 我一看这女的可吓死我了 哎呦 顺着鼻子嘴往下流血 啊 吓死我了 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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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的说话了 说什么了 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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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不是你鼻子嘴流血吗 害怕呀 废话 我一系鞋带你就啥厕 能不流血吗